高雄市警方破获了隐秘的色情应招站 最老的应招小姐今年已经68岁 这应招站呢没有悬挂 招牌 他们专门做熟客生意 警方破门逮人 也当场查获了好几对 正在从事性交易的小姐跟男客 现时还看到一位已经高龄 68岁的祖母及的应招女郎 年纪一大把了 却还要下海赚皮肉钱 令人相当比酸 看见远警破门逮人 好几名应招小姐 低着偷坐在沙发上 远警一查身份才发现 年纪最大的应招女郎 竟然已经高龄68岁 应招小姐的支舞柜 塞满了保险套还有首客衣物 这个色情应招站 藏身在高屏大桥下的民宅 没有悬挂招牌专做首客生意 一到夜晚难客络绎不绝 我们警方在现场查获女子年纪 大约40到50岁不等 年纪最大有到68岁 他们店内都会设置监视器 以便就是警方来的时候 他可以迅速的按下警铃 然后通知就是进行性交易的女子 就是赶快逃离 警方主义清查身份 发现遭来的小姐都已经有一把岁数 最老的甚至已经68岁 根本是祖母级的应招小姐 阿嬷一把年纪了却还要为了生活下海大赚皮肉钱 其遭遇让警方为之逼三 最后两家我和佩如高学报道